下要談的因素叫做溫度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溫度的身家 物理上所謂的溫度的意思 就是指平均動能的大小 我們還沒有教動能 就想要跑得快或者跑得慢 跑得比較快 就表示溫度比較高 這是物理上的說法 所以 你現在呢 同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在房間裡面慢慢走 跟快快走 當然是快快走 撞到機會會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碰撞機會會變多 所以有效碰撞會變多 所以反應會變快 同時呢 因為你撞得 你跑得快對不對 所以撞的力量比較怎樣 大 能量比較強 所以呢 你的有效碰撞比例會提高 以前可能撞十次 只有一次有效 現在撞十次會有三次有效 五次有效 所以它就會 有效碰撞的比例就會大幅提升 所以就會增加反應快慢 因此 你就可以看到 增加溫度是一個 很容易 很可以提高反應的 快慢的因素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利用加熱的方法 讓我們的反應變得比較快一點 讓我們的反應變得比較快一點 像我們剛才講過那個模擬的動畫 我們說可以模擬兩件事情 一個是模擬濃度啊 一個是模擬所謂的溫度 那我們現在看看來模擬溫度的狀況 那麼現在呢 我們把它的溫度呢 提高到這裡 然後呢 我們一樣呢 都是十顆 十個A跟十個BC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反應 重來一次好了 因為剛才 那個 沒有看到 我們就再來一遍 把溫度再稍微調低一點好了 比較會比較看得出來不同 好來 開始 這是現在 然後呢 我們把溫度調高 然後一樣開始 幾乎是瞬間就有反應了對不對 所以溫度會影響我們反應的快慢 後面反應的非常劇烈 非常非常劇烈 剛才的要劇烈多了 所以 叫溫度會影響我們的反應的快慢 溫度越高反應就會越快 但是沒有成正比 沒有成正比 好 通常的情況下 大概是溫度每增加10度 數率會double 數率會半倍 或者不用管它 高中比較會講這個事情 國中正就 國中正就不要管了 國中正只要知道說 溫度越高反應就會越快 但是沒有成正比就可以了 好 這是我們要做的實驗 硫帶硫酸鈉加鹽酸作用 會產生一個黃色的硫層電 下面有反應是 這個實驗的重點是它有黃色的硫層電 這個實驗的重點是它有黃色的硫層電 有人考過它有產生二氧化硫 但是很少 很少人考這個 主要在考它會有硫層電 硫層電 這個實驗怎麼做呢 這個實驗的做法是 要你拿一張白紙 上面寫一個實字 你不一定要寫實字 你可以畫一個笑臉 你可以簽個名 不重要 重要就要佔據一個面積就對了 要佔據一個面積 然後呢 上面放追形瓶 然後呢 有瘤帶瘤酸鈉 然後往裡面倒 鹽酸進去 然後就往下看 看什麼時候 你看不見那個實字 因為它有沉澱 沉澱會蓋住實字 我們會假設反應是均勻的 所以 當你沉澱是均勻的 所以 當你蓋住實字看不見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你的沉澱量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題的做法是 沉澱量一樣 沉澱 沉澱量一樣 都遮住實字 然後就量時間 然後用不同溫度 重複做重複做 然後看看溫度高的時候反應快 還是溫度低的時候反應快 因此你可以想得 在這個實驗裡面 沉澱量是定值 沉澱量是定值 我們產生一定的沉澱量 那我量的是時間 那請問你 誰代表反應的快慢 時間嗎 還是什麼 大家都跑100公尺 誰可以代表反應的快 跑10秒的 跑得比12秒少 所以跑10秒的比較慢嗎 跑12秒的比較快嗎 那所以它到底誰來代表我反應的快慢 是誰來代表我反應的快慢 是誰來代表我反應的快慢 我忘記了我們 我們沒辦法造人 所以只能抽人 所以只能抽人 我們要找個7號7號7號 誰代表反應的快慢 不知道 不知道 時間嗎 請說 不是時間 時間的倒數 批分之一 花相同的時間分母 走多遠的距離 分之一 距離一樣 換時間 時間越短越跨 時間的倒數 時間的倒數 所以在這裡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請你畫圖 橫座標是時間 重座標是 什麼 重座標是 什麼 成片亮度 成片亮度大家都一樣 成片亮度都一樣 反應就是說 我們就實驗畫圖 然後呢 你那個 花的時間比較久的是在這裡 它反應比較慢 反應比較慢 叫做 我們是 時間的倒數 時間的倒數 代表我們 反應的 時間倒數 代表我們 反應的快慢 反應的快慢 這是一些 溫度跟反應快慢 有關的例子 夏天 東西容易壞掉 操身體了 因為夏天溫度高 反應比較快 那東西又放冰箱 冷藏冷凍 冷凍可以保存更久 因為溫度更低 當溫度低的時候 反應不容易進行 沒有說它一定不會壞 它只是快的比較慢 比它久才會壞掉 比它久才會壞掉 所以冷凍 冷凍 為了遠洋離船 也是要把那個 古拉魚冷凍起來 然後實驗室裡面 我們常常就會加熱 溫度加熱 我們常常做的實驗 加熱來增加我們的 反應的快慢 然後加油站 然後炎禁煙火 為什麼 因為點火就容易就會 碰掉 炸掉 這些這些 這都是溫度跟反應快慢因素的關係 這是一個重點 重點 溫度越高 反應越快 但是沒有成正比 注意 劉帶 硫酸鈍加鹽酸那個實驗 產生黃色的流沉澱 And那個實驗沉澱量是定值 時間的導速代表反應的快慢 OK